就目前的形势来看,俄区联军全面拿下伊德利谱,只是一个时间问题,目前该地区已经有近五分之一的地盘,已经被政府军接收, 也就预示着该场战役已经取得了部分用力,而剩余的地区叛军也仅是在象征性的进行反抗,之所以会出现此情况,其中最大的原因,在于该地的叛军公有八万精力的拥有量,却因为没有一个出色的指挥者,使得大军看起来,如同散沙一般的存在,所以攻击此地的叛军可以说是毫不费力,远远的超出了最初战争的预计后果, 对于现在的伊德利谱来讲,联军的打击力度,并不需要多么强势,就可以轻松地将此地的叛军拿下,对于这样的情况出现,俄方表示是十分庆幸的,毕竟该地的设立交错复杂,过大规模的战争,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产生, 现在叛军的示弱正中联军下怀,只需要简单的战争对抗,就可以将此地彻底的收复,但是这一消息对于美军来讲是极其不利的,如若联军彻底的收复该地区,则意味着美军的存在彻底的失去意义,更让美国感到无奈的是,此地存在的土军,如若是按以前的情况, 美军完全可以以土军为突破口,再次向联军发难,但是现如今美土两国的关系正处于边缘状态,随时都会导致两国关系彻底破裂,如此情况下土耳其最终偏向哪一方还不得而知呢? 最为让美军感到无力的是,在续战场上面,美军的存在是极其受到反对的,甚至当地民众公开进行抗击,希望美军可以尽快地远离续战场,即便是如此情况下,美军也从未放弃,在叙利亚多停留一天的机会,据悉为了拖延联军的收复速度,美军果断地再次发起了攻击,只是此次的攻击规模较小,精算得上是一次突袭, 其成员为美方支持的叛军所组成,以一支精锐小队的形式,向联军发起了偷袭,美军为了增加其作战胜利的概率,特为此小队装备了全部的美制武器,并且将特重兵专用通信装备,也给予该小队,可以说美军对其寄予了极大的厚望,但是美军却忽略了一点,此小队面对的对手并不单纯的是政府军,还有俄军的存在, 所以在俄方发现该小队足迹后,果断地将自己的TOSEA喷火坦克,搬到了战场上面,仅用了7.5秒的时间就将这支小队全肩,甚至在战后对事件爆发地进行了检测, 已经证实没有了任何的生命特征显示,就连用于指挥的人员也被终结在了此地,俄方之所以会如此,其主要原因,就是希望借由此事,向美国传达自己的强硬态度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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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